中国艺术家艾未未说 有一万多人资助她支付有争议的税单 其中有些人把人民币叠成纸飞机扔到她的花园里面 艾未未星期一表示 资助金额已经超过300万人民币 其中大部分通过银行转账 这位著名艺术家和社会批评人士形容 这些资助证明她与政府官员的对抗 获得公众广泛支持 艾未未通过自己的作品赚得大笔资金 并在德国投资物业 她说她将这些资助当作贷款 而且会在解决于政府的税务纠纷后 连本带利偿还 然而共产党下属的报纸《环球时报》 星期一表示 艾未未可能涉嫌非法集资 艾未未直言不讳地批评政府政策 曾在没有控罪的情况下被关押近三个月 她随后被指控逃税 被责令补交税款约1500万人民币 艾未未说 官方没有解释这些指控的基础 她一直无法审查自己的财务记录 这些记录在她被捕之后被官方控制